好 感谢赞美赏丁姐妹们 主内平安 丁姐妹们平安吗 今天天气这么好 我也很想在外面去玩 我很愿意愿意玩的人 我在家里很少在屋里 都在外面 这么阳光明媚的天 我们出去camping 我们出去打高尔夫 我们出去hiking 我们出去散步多好 对不对 丁姐妹们 我们来的教会来敬拜神 是不是赔了 对不对 我以前都不认为 我们天气好就去玩 天气不好啊 下雨啊 没事啊 去来教会敬拜神 丁姐妹们 圣经怎么说 以赛亚是在五十八章里 告诉我们 这个神造宇宙万物 给我们一终是七天 七天的第七天是神的 神读过六天 创造宇宙万物 第七天 让我们来到神面前 敬拜神 赞美神 所以以赛亚告诉我们 主日 神的儿女们 不说实话 不坏事意 不办事事 但以耶和华为乐啊 我们感谢神 丁姐们愿意来到教会 来敬拜神 赞美神啊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主题 是没有行为的信徒 能去天堂吗 小标题就是十一奉献 今天讲的很短 但是呢很重啊 你这样的讲道 没有太多人愿意听这样的道啊 很多人都愿意听信耶稣得永生 信耶稣我们儿女平安 信耶稣我病得医治 都愿意听这样的消息 第一姐们们福音不是这样的 那个叫拜虎像嘛 信了什么东西 得福是拜虎像 信耶稣是信这个耶稣这个人 信这个耶稣的作为 耶稣的举动 耶稣的话 信耶稣不是为我为中心的啊 所以我们今天分享这样一个很很慎重的问题哈 是约翰一书的第二次哈 我们一起来宣读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的部分章节哈 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 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 便是说谎的 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 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 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诸里面 人若说他在诸里面 就该自己照诸所说的所行的去行 亲爱的弟兄啊 我写给你们不是一条新命令 乃是你们从起初所说的旧命令 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 或者我写给你們的一条新命令 实在诸是真的 在你们也是真的 因为黑暗渐渐过去 真光已经照耀 人说自己在光明中 却恨他的弟兄 他到如今 还是在黑暗里 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里 在他并没有半点的缘由 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 并且在黑暗里行 也不知道往哪里去 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好事 人若爱世界 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因为凡是这样的事 就像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今生的骄傲 都不是从父来的 乃是从世界来的 这世界和世界其上情味 都要过去 唯独尊心父旨意的是永远长存 感谢神 我们做开始的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 拆起你的独生子 耶稣基督 将士为人 道成肉身 我们借着爱子的血 得蒙救赎 国贩得以赦免 实施上丰富的恩典 感谢耶稣基督 战胜了魔鬼和死亡 三天之后复活 使我们信靠大的人 都有永生 阿爸父啊 你有应许 我们有两三个人 奉耶稣基督的名聚会 你就在我们中间 主啊求你亲自牧养 我们今天讲台上讲的 台下听的 包括看录像的 第一姐妹 我们都是给我们 极客慕意的心 柔和谦卑 受教顺苦的心 把你的话藏在心里 然后把你的话 当了极度的金金和羡慕 比蜜更甘甜 主啊求你保守我们会场内外 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职者 摩克撒旦 一切的血领 恶领 主让我们亲自血的血领 离开我们身上 让我们不畏事实妥协 不畏事实掺杂 不被恩典福音嚼了 坚定地站在神的一边 坚守正道 明白正道 活出见证 让我们同心协力 为我们所幸的福音相称 我们奉靠 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 阿们 感谢神 丁姐们 我们现在在分享约翰一书 我们已经分享过第一次 凭到良心就能够去天堂吗 今天我们分享 没有行为的信徒能去天堂吗 丁姐们 我们为什么来教会听道 我们为什么来听道 丁姐们 事实上很多人都愿意听讲演 讲演人生的哲学 心领鸡汤 或是正能量 都愿意听这些东西 丁姐们 我们一定要明白 来教会听道 听道是讲道的人的听态 是按照正义分解 真理的道 讲道 讲道 讲什么 讲道 讲道就上神的话 所以我们一定要 去哪里听这个道 一定要听神的话 不是人的话 不要去听道 记了笔记记了半天 讲这个传道人 讲这个某个名言的名人名言 也不要记下来一个 开玩笑的一句话 别的什么都没记住 丁姐们 讲道就讲神的话 来教会听道 只听了一句话 我们都有得着 我们听道的人 就要深思明辨 丁姐们 讲台不是都讲神的话 很多讲台 现在都讲成功神学 恩典福音 让人家喜欢的道 丁姐们 那不见得是道 一定要深思明辨 最终见到主便那天 耶稣绝对不是说 哎呀你怎么去听了那样的道 不会的 耶稣问你不是有脑瓜吗 你不是有眼睛吗 你不是也有智慧吗 都是神来的 一定要深思明辨 所以小徒星上这么说过 比里亚的人 贤于铁撒罗的家人 甘心领受这道 天天考察圣经 要晓得这道 是与不是 求神怜悯 今天我们讲的这一天道 没有行为的信徒 能够去天堂 小不要紧 十一奉献 非常比较艰难的一个题目 求神怜悯我们 丁姐们 我们今天讲的主题经文是 不要爱世界 和世界上是 人若爱世界 爱父的心 就不在他里面了 因为凡世界上是 就像肉体的情谊 眼眸的情谊 今生的骄傲 都不是从父那里来的 乃是从世界来的 这世界和世界上的情愿 都要过去 唯有尊心 我父旨意的人 永远长存 第一点我们 圣经在告诉什么 让我们不要爱这个世界 反过来要爱神 爱人 这就是圣经的主题 我们人物群的天堂的人 都是爱神爱人的人 才能去天堂 反过来只爱这个世界的人 都不会去天堂 所以一定要带有这样的信心 来领受这一天道 第一点我们来 闷心自问 三个问题 没有行为的信徒 能去天堂吗 我们今天来听的这篇 一定要记住一两句 一两个问题 都有个解决 如何分辨真假信徒 我以前就分辨不了 不知道真的假 都不懂 听见们 不做十一风险 也能不去天堂吗 这个话比较严重 一定要看圣经怎么说 弟兄姐们 神的标准 大家都说神就是爱 很多人全愿意拿神的爱来套自己身上 神的一确是爱 神很宽待不信的人 大家有没有发现 那个出埃及记忆的时候呢 神能够把这个 这个一些病栽 栽在那些埃及人身上 但是不架在以色列身上 听见们现在可不是啊 现在这个年代呢 不信主的人反过来 兴隆发达 不信主的人很顺利 对吧 儿女顺利 自己健康强受 听见们 圣经早就干什么 神叫热头招好人 招逮人 降与给义人 给不义人 圣经也说 约翰福音的三章四六节 最有名的圣经章节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知灭亡 反而永生 神非常的宽待不信的人 我当时不信主 神也非常宽待我 我不信主说更顺利 跟我现在信主十多年比 我不信主说更顺利 更发达 听见们吧 神很宽待我们不信的人 但是一定要记住 圣经也给我们的一个答案 我们进入天堂 只有一条路 除了除他之外 别无拯救 天下人间没有别 世下别的灵 我们可以靠得得救 只有耶稣这一条道路 神不让我们 一直在不信的状态 神一直在等待 为什么不信主的人 还有蒙福 神给你机会 千万不要浪费了这个机会 所以彼得后说的三章九节 主所应许尚未拯救 有人以为单言 其实不是单言 乃是宽容的 不愿一人沉沦 乃愿人人悔改 弟兄姐们吧 不信主的人 很健康很长寿 就是神对你的灵敏 很多信主的人 很快就去世了 但是他已经去了天堂 这是好事 但不信主的人 神不想让他去地狱 所以一直在等 一直在等 所以千万不要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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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误解神对 宽戴这个不信的人 神就是在 不愿一人沉沦 乃愿人人悔改 但是真正信主的人 神就开始燕带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我跟邻居的小孩打仗 那男孩子就是这样打仗 无缘酷就打仗 打仗之后突破血流 或是满身都是泥巴 回到家 我爸爸打谁 我爸爸会打林家的儿子吗 不会的 我爸爸打我 不管是谁对谁错 我爸爸是打我 为什么 神我爸爸这个严家管教自己的孩子 神也是一样的 神的儿女 神绝对是延代 所以我们真的信主的人 就感觉到 信主之后 跟随神之后 哦 这条路不是天色长蓝 这条路也不是那么顺利 听一听明白吧 我们要明白这是对的 神延代信主的人 所以圣经对信主的人 怎么说 让我们要全信的跟随神 信主的人 圣经怎么说 让我们天天跟随耶稣基督 悲起死之架 信主的人 圣经说 你要先求祂的果和祂的义 信主的人 圣经说 你当大的十一分钱捐给神 神对不信的人 不要求这些东西 你还没有信嘛 神什么要求都没有 所以一定要明白 神的标准 那我们就明白 不信到信这个天路里程 第二家们 我们知道不信的人 能过去天堂嘛 那么首先要看 我们怎么能做天路里程 圣经告诉我们 约翰耶稣里告诉我们 人若是自己在光明中 却恨他的弟兄 他如今还在平安里 圣经一直告诉我们 彼此相爱 这就是我们天路里程第一步 爱 爱他所看见的弟兄 因为我们看不见神 神怎么知道我们彼此相爱 神怎么知道我们爱神 神就通过在地上的人 所以圣经经常告诉我们 让我们去看我们能够看得见的人 如果我们不去看爱看得见的人 或是弟兄姐妹 我们就没法爱看不见的神 这是约翰耶稣的四章二十节说的 第一姐妹嘛 所以一定要知道 爱人是不容易的 所以彼此相爱 也是圣经给我们的门徒的标志 如果你我彼此相爱 就是爱临舍 爱我们丁一姐妹 爱不可爱的人 这是门徒的一个标志 爱很难 丁一姐妹嘛 爱人容易吗 别说爱别人了 爱自己的妻子 爱自己的儿女容易吗 也不容易 我看这个属灵生命中 最难的操练就是爱 那么爱为什么难 爱是舍己 耶稣为了为了爱我们 他已经舍了他的命 丁一姐妹嘛 我们什么时候为了爱我的太太 我的孩子舍过我的命 别说为我们的丁一姐妹 为别人舍我的命 那差远着呢 我们根本没有做到 所以一定要知道 彼此相爱 我们首先就要学会舍己 愿意舍己 愿意吃亏 愿意谦让 愿意 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 为什么你不愿意吃亏 不愿意受气呢 这就是圣经的教导 我们要彼此相爱 首先就要舍己的这样的心态 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 从主知道谁是神的儿女 谁是魔鬼的儿女 凡不行意的 不守神 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 如果我们不能彼此相爱 不爱神给我们 吃给我们身边的人 我们就不属于神的儿女 就属于魔鬼的儿女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第一个 是彼此相爱 爱我们身边看得见的人 神在我们旁边 放着弟兄姐妹也好 放着木道也会好 包括我们自己的家庭 神是有目的的 我们有时候觉得 我身边我的太太又健康 我的太太什么都好 挣大钱回来多好 比如说我的儿女的出息 孝敬父母 每个月还供点钱给我多好 我的第一姐妹们都很属灵 都来跟随神多好 红色的华蓝们都来幸福多好 偏偏就不是 至少我身边都不是 为什么是这样 神就通过这样的环境来 锻炼我们自己 神在我们旁边放着配偶也好 孩子也好 弟兄姐妹也好 或是很多木道友 神就是通过这个环境来 操练我们自己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觉得 环境不好 很多人说环境不好 哎呀教会人数少 哎呀教会也没什么事干 不要埋怨环境 神就通过 神就通过这个环境 来操练我们自己 这就是说我们搞体育锻炼的人 都知道 体育锻炼有很多 以后叫培育炼 运动员要出息 运动员要出成绩 必须有陪练 陪练就成天陪着他锻炼 弟兄姐妹们 神在我们的环境 就是让我们去陪练的 陪旁边的环境陪练我们 所以我们要去 我们才能够去操练舍戒 才能够去彼此相爱 刚才我们提到了 彼此相爱 就是要愿意舍戒 愿意吃亏 我们来一起读 哥林多前书的六章七节 你们彼此告状 这已经是大错了 你们为什么不愿意收妻 不愿意吃亏呢 丁姐妹们 我们都说了 彼此相爱非常不容易 彼此相爱 首先就要受气 受气 还有越轻越吃亏 丁姐妹们不容易吗 不容易 所以实价道路不容易的 为什么那种不愿意信主 自私的要命 全不是为自己 为自己家人生活 这样人很难信主 因为真正信主 就要放弃这一些 要舍己 不仅是为自己 要为他人 所以基督教所说的 这个爱 就是舍己 不愿意 不是为自己 为他人 我们常常以为 亏欠别人 不要 就常常以为 亏欠别人 才行 所以圣经一直告诉我们 真正的基督徒 彼此相爱 就在行为上 所以不容易 所以我们不信主 要多好 我也不用彼此相爱了 我只管我自己 丁姐妹们 圣经说不是 你那样就做不了 天堂之路 天路里上就是要在 我们总是要在 行为和诚实上 爱弟兄 爱周边的人 所以圣经说 我们没有行为 都说了 有行为的信主 就是有这些行为 那么为什么 彼此相爱这么重要 第一点 因为圣经最说 最终审判 神是这么审判 圣经说 神审判 是用神的话审判我们 神不用别的什么 法律啊 别的东西 就是圣经 圣经就是审判的标准 圣经最后审判的时候 这么这种方法来审判 马太福音的 二十五章四十节 王要回答说 我实实上在告诉你们 你们 你们 这 告诉你们 这也是你们既坐在 我地形中最小的一个 就是坐在我身上 丁姐妹们 神最终审判你我 不是说我们在地上 做了多少 洪洪灵的事情 他也不是说你们教会 有多少人 你们教会 有多少人受洗 神最后审判你我 就是根据我们是不是做些事情 坐在我们周边的人的身上 神审判我们 是不是问我们 你是不是什么都没有 坐在地上周边的人身上 拿这个来标准 所以很简单 信仰之国没有那么难 我们的行为也不是那么难 圣经告诉我们 马太福音 耶稣举个例子 因为我饿了 你给我们吃 我渴了 你给我喝 我做客 你留我 我吃生露体 你给我穿 我病了 你来看我 我在肩里 你来看我 听见过吗 这就是了 多简单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不要只为自己而活 我看有些教会 提的很多事工很重要 有个教会 有个牧师提了这样的建议 建议定一点 每个月 每个月只剩下拿出一天 只剩下拿出一天 这一天都不要为自己而活 为他人而活 这非常好的一个事工 我看了我们周边 很多加拿大 很多很有属灵 见证的老同志 来过我们教会的 包括考虑 他们这老人家们 他们好像一周 每周有一次去探访监狱 他们每一次就去探访监狱 给他们送些东西 然后给他们传福音 这就很好的一个见证 我们至少为他人而活 试一下 基督徒们 我们要去试一下 为他人而活 我们一个月一天 或是一年几次 为他人而活 这就是神最后审判的时候 就拿这个来标准 我们是不是住在别人身上 第一点 今天的主题今晚也讲过 我们走天路里长 我们有好的行为 就不要爱这个世界 很麻烦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很难免就跟世界混在一起 所以圣灵从头到尾告诉我们 不要笑话这个世界 也不要爱这个世界 为什么这么重要 第一点慢慢 因为这个世界有什么 世界是肉体的情欲 这个世界就是让我们 吃喝玩乐健康长寿 对不对 第一点慢慢 看我们家的微信 我给我们家人 请了我们传福音 这个家人的微信 主要的目的就是肉体的情欲 哎呀 祝你幸福啊 祝你健康长寿啊 救你万岁啊 第一点慢慢 我们都是为了肉体的情欲 我们只为了我们自己的健康长寿 第一点慢慢 这叫肉体的情欲 不要只为自己的健康而生活 为他人啊 眼眸的情欲是什么 我得不到的东西 我眼睛看着这件东西 或是我心里想到的东西 都很羡慕 看别人家的房子更大 看别人家的孩子更出息 别人的工资更高 别人家开的车更好 第一点慢慢 眼眸的情欲 这就是世界啊 圣经告诉什么 不要爱世界 就是因为这些都是罪 因为神给我们什么 我们有满足才好啊 所以这些眼目的情欲 精神的骄傲是什么 很多人很出息 很多人很有学历 很多人也很有能耐 能耐很多人就很骄傲 自高气啊 你看到吗 很多自高气啊 你总共都抬着头啊 从来不低头 第一点慢慢 精神的骄傲 以为这都是他给的 第一点慢慢 神不给我们阳光 神不给我们空气 神不给我们能力和才能 神不给我工作 不给我收入 我还那么指高气啊 为什么 这些人不认识 这叫世界 世界是罪啊 所以圣经告诉什么 一定要除掉我们的罪人 跟罪人的行为 就是我们的所谓的旧人啊 我们的思想意念 就是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精神的骄傲 这个都是我们世界的全部 我们很多人也啊 我们住在这个世界啊 就是有这些东西 我们周边的人 包括我们不信族的人 包括我们家人 很多都在这个光景中 我们不信族的时候 也都是这样 所以圣经告诉 不要爱世界 爱世界最后绝不了天堂 所以一定要知道 不爱这个世界 那爱世界还有什么具体的特点 为什么爱世界这么严重 我爱世界有什么罪啊 我爱世界怎么不得了了 第一点慢慢 看看菲利比书 保罗怎么说的 因为许多人是基督史识下的仇敌 为什么是这些人 是基督史识下的仇敌 我屡次的告诉我们 现在又流泪的告诉我们 保罗就是拜托 拜托 拜托 第一姐们们 不要追求这个世界 为什么 下面说了 他们的结局是沉沦 他们的神就是他们的度父 度父就是世界 看到吧 就是为了一日三餐 为了今生的荣华富贵 很可怜啊 他们以自己的荣 修辱为荣耀 专一地上的事为念 第一姐们们 我们都说了 世界就是以地上的事情为念 为什么爱世界这么严重 保罗说最终爱世界的人 军不了天堂 肯定在地狱里啊 因为什么 他是实际下的仇敌 耶稣基督已经为你我死了 你不认耶稣基督 反过来只追求这个世界 最后他们的结局是沉沦 这里说了是他们的结局是沉沦 这是保罗名正言顺的 写得非常清楚啊 所以我们知道 人活着不是单夸食物 很多人只为这个今生而活 大家知道圣经举了很多例子 有一个财主 很富有 他的财产多得不得了 所以他盖了更大的厂房 他说什么 哎呀荣华富贵啊 我好好地享受这个神 他不认为这个神给他 他好好地享受 他所创作的这么多架子 盖更大的厂房 第二天他就死了 一定要知道这个生命不在乎 角度丰富 你我的生命不在乎 家财有多大 你我的生命不在乎 我地上多长寿 听见们吧 神看的不是这个 地上是短暂的 我们地上活得多长 也就是一百二十年 但是永生是永永远远 我永永远远在天堂里 还是永永远远在地狱里 好大的不同 所以千万不要被这个世界的神 浓瞎了眼 很多人 包括来教会很多人 不明白这个真理 以为去教会报到就可以了 我去礼拜天去经拜神 不行 那不就够了吗 我也捐一点钱 我就以为去天堂 千万要好好来听今天的道 不是这么回事 圣经绝对不是那么讲的 是我们自欺欺人 我们认为 我们不要专一地上的事情 这是基督使家的仇敌 结局是永远的沉沦 那我们怎么办 圣经告诉我们 让我们求上面的东西 格罗西书的三章一节二节 告诉我们 你我真的是重生得救了吗 听见吗 你我真的重生得救了 圣经说 你就要求上面的事情 听见吗 上面的事情是什么 上面的事情 圣经说 就是真理的仁义和圣经 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 我们要求的是天上的东西 天上的东西 就是我们解决我们的罪 我们认识耶稣基督 在地上生活说 按照神的话 行事为人 圣经说 新人就有充满怜悯的心 恩慈 谦虚 温柔 忍耐 存到爱心 非常不容易 圣经告诉我们 新人的定义 新人一定要有真理 真正的基督徒 就明白真理 按照真理 去行事为人 真正的基督徒 就开始去行事为人 我们的所有的心思 一定改变 我们开始做新人 很多人不明白这个新人 以为就是包装一下 我原来里面的罪也没有解除掉 我也从来没人最悔感 我也没有从真正的重生得救 但是呢 我包装一下 礼拜天西藏 阁里来教会 看得很属灵 听见 那是没用的 我们一定要解决 我们里面的罪 我们真的要重生 这样的人才是新人 新人才能去天堂 一定要有这样的 新造的人的样式 新智完全改变 而不是包装 而不是修修补补 圣经说这叫重生 重生就是完全改图翻面 重来 英文叫铝伯马 重来 不是改变样的东西 不是修修补补 弟姐们 那我们怎么操练 弟姐们 什么操练 首先我们看 什么样的 怎么样的叫做 没有行为的信心 很多人说我很有信心 但是没有行为 听见我们 没有行为的信心 是假信心 那种信心 不能离我们去天堂 所以 约翰一书的二章四节说 二章四节 人这时候认识我 却不遵守他的诫命 看了吧 这就是说谎 你说你认识基督 你说你爱神 你说你是基督徒 但是不爱神的话 以生活就是假的 所以路加菲也说 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 主啊 却不遵信我的道呢 听见我们 耶稣应该是多么的 那个寒心 很多人说主啊主啊 结果不爱神的话 以生活 听见我们 耶稣来到我们教会 耶稣来到红色 耶稣来到这个世界 耶稣会说什么 耶稣会说同样的话 听见我们 世界有十个亿的基督徒 十个亿的基督徒 都说主啊主啊 都爱神的话以生活吗 如果基督徒 都爱神的话以生活 这个世界应该不是 现在这个样子 就是因为很多基督徒 都说是主啊 但是不爱神的话以生活 所以没有行为的信徒是什么样的人 三心而易 他世界也要 教父也要 那么地上也要 天堂也要去 对吧 这种人是绝对去不了天堂 按照圣经三心而易的人 在主那里不要想得到什么好处 不会的 神不会 就是就像我们人一样 愚昧得不得了 分辨不了真假 神绝对分辨真假 圣经说神的眼 像火焰一样 真假分得很清楚 还有很多人 嘴唇惊力过 心却远离过 这就是假信徒 很多信徒呢 嘴唇说得可好了 嘴巴甜得不得了 但是没有行为 圣经也说 以西解书也说 口多些爱情 心却追求潜力 来个教会也是 那个金钱观 那个财务观 一点都没过 奉献观都没有过 老我一点都没变 就是为了追求钱 就是为了钱 跟世界上一样 第一点 这就没有行为的信徒 第一点 没有行为的信徒 能够去天堂吧 按照圣经是不能的 因为圣经马太福音的 七章二十一节说 唯独尊心 我父依此一点才能去 也就是说 观神的坏生活人 这种假信徒 没有行为的信徒 是不能去天堂 听见们吗 那什么样的人 是有行为的信徒 听见们 圣经说 那你们总要在 行为和诚实上 不要总在嘴巴里说 我爱神爱人 圣经说 你要一定要在 行为和诚实上 显示出来 也就是我们的 所谓的国子 所以耶稣说 最后判断我们的时候 耶稣是根据我们的 凭我们的国子 就可以认出我们了 听见们吗 基督徒是不是跟 这个世界上 别的宗教一样 修修祖谱 修 修桥仆路 做点善事 抢去天堂 圣经说 我们基督徒就不是这样的 基督徒不是不做善心 基督徒也做善事 但是基督徒是先有生命 或有行为 这是好大的不同 很多宗教也行善 很多宗教也变成修生养性 但是一定要知道 我们生命无边 我们所做的所有东西 都是手入锦 神最正爱这些东西 神喜欢的就是先要有生命 所以圣经对我们要求是什么 基督徒要求是什么 圣经对我们的要求 我们变成小孩子的样子 听见们吗 你我像小孩子吗 你我不像小孩子的样子 耶稣说断不能及神的我 耶稣说断不能肯定不能 如果我金明珠 谁也是我快六十岁的人 但是我这个心思一念 我没有完全跟随神的心 都不像小孩子一样 我油嘴滑舌 我三心二意 我一耳鱼我诈 按照耶稣的标注 我断不及能损得果 而孩子像什么 孩子完全信靠神 孩子完全信赖神 听见吗 孩子完全依靠父母 一个道理 我们基督徒 不管年龄多大 我们完全信靠神 这才叫变成孩子的样子 有行为的信徒是什么 就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圣经说了 我们一定要 我们的所有的行为 要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 文士和法利赛人做得挺好 他们做很多那个规则 祷告啊 禁食啊 十一奉献都做 第一点 圣经对我们要求 说什么 耶稣对我们的要求 说 马太飞的五章二十节 我告诉你们 你们的义若不胜于 文士和法利赛人 断铺进神的国 第一点 耶稣给我们 说了两个断铺 一定要铭记 今天只要铭记 这两条都够 耶稣说 你我变成小孩子 断铺进神的国 耶稣说 你我的行为 如果不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 也断铺进神的国 所以我都说了 神对我们 一信主的人 不要求 还是满营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 知道如何分辨 真假信徒 真假信徒很容易分辨 凭着国子 你如果是真基督徒 就会按神的话 行事为人 你如果是假的信徒 嘴巴里说一说而已 他不会按神的话 一起生活 这就是分辨的标准 第一点 我们具体操练 我们都说了 神的儿女们 有好多行为 好多行为 圣洁的生命 爱神 爱人 柔和谦卑 温柔 还有帮助他人 这都是很好的 属灵的品格和行为 第一点 这些好不好操练 非常的难操练 下面我们就讲 价值观的变化 第一点 基督徒的生命变化 第一个就是价值观的变化 如果你我的价值观没变 我们很难说我们爱神爱人 我们很难说我们重生得救 所以这就提到十一奉献 马太分道二十二章二十一节 耶稣说 凯撒的物当给凯撒 神的物当给神 这是神的标准 那么马拉基书旧约也说过 马拉基当时 以色列人就是欺骗神 他们欺骗奉献 所以神说 你们怎么能欺骗我 夺取我的贡物 夺取我的神的物呢 就是十一奉献 第一点问 现在的基督徒不一样吗 现在的基督徒来教会 有多少人做十一奉献 不是太多 所以我们现在一样的造 同样的道理啊 耶稣来到我们这里 耶稣也同样会问这些问题 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里 举个例子 一个少年财官 少年财官想去天堂 所以少年财官就问耶稣 我怎样才能去天堂 耶稣说 那你要尽心尽心地去爱上爱人 你把那个真心诫命 那么少年财官说 我真心了 我真心的挺好 那么耶稣就问 那你那个财报盖头了 你把你的财物都用在哪里了 第一点问吧 少年财报很多财物 他不肯奉献 所以呢他就悠悠愁愁地走了 第一点问 你我会不会也这样 你我是不是神也会问 同样的问题 耶稣会问 Matthew 你是不是还有一件事 没拿出来 谁会同样问我 你我的 圣经的标准是 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在哪里 我们的财宝 全部都在地上 然后我们去天堂 可能吗 耶稣说 你的财宝在地上 那你心也在地上 那心不在天上 很简单的道理 所以基督徒 按照圣经的标准 应该做实义奉献 因为马太福音的23章23节 路加福音的11章42节 耶稣明确地说 基督徒应该做实义奉献 当然基督徒也要去行神的公义怜悯 信事都要做 两个都要做 不是说我不做实义奉献 我只去爱人 探望人 帮助人 不行吗 不 我们很要清楚这一点啊 我们去关怀啊 探望啊 爱人的爱神 这个很难标准的 很难去衡量 你说我金明珠有爱心 你能看出了我有爱心吗 我觉得不是 听见吗 很难衡量 一个人说爱是爱人 或说怜悯心 充满同理的 都很难衡量 但是十一风向是最简单 最直观 最容易衡量的 而且按照圣经的标准 十一风向是最简单的 一个基督徒如果十一风向都做不到 我们很难说我们爱是爱人 我们很难说我们有关怀的心 怜悯的心 因为十一风向圣经说是最简单的 耶稣在马太福音的六章 咋就告诉我们 你们在最小的事上忠心 在大事上忠心 最小的事上不易 在大事上不易 你们在这个不易的钱产上不忠心 神怎能把更多的钱产托付给你们呢 神在地上给我们的产物 就是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健康 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收入 都是神给的 十一风向就代表 神是我们的主 十一风向就代表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钱产都是从神来的 丁姐妹们 我举个例子 大家都知道加拿大收税 加拿大政府收税 年薪五万的人 按照加拿大的标准 差不多交百分之十五的税 那就一年交七千五百多块钱的税 年薪十万的人差不多要交百分之二十的税 一年交两万多块钱的税 丁姐妹们 年薪二十万的人差不多要交百分之三十的税 一年要交六万块钱的税 丁姐妹们 有多少人讨这个税 一个都没有 你我都是乖乖的交税 这也是圣经的教导 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纳税 丁姐妹们 天国的税是什么 耶稣对天国的标准 神的儿女有什么标准 神的儿女五万块钱的人 耶稣的高度是百分之十 五万块钱的人就要交五千块钱的税 十万的人百分之十是一万 丁姐妹二十万的人百分之十是两万 丁姐妹这是天国的税 大家好好想一想 这有效期是多长 地上的税有效期也就一百年 你我也就能活一百年 地上的税也就一百年 但是天国的税可不是了 我们为基长台宝在天上 这个有效期是永永远远 丁姐妹们哪个值得 我们为退休计划做很多投资 那么退休计划 我们也就退休了过二三十年 顶多就三十四年 我们为三十四年投资那么多钱 但是我们为有效投资了吗 十一奉献是很难讲得到的 我以前也讲过几次 很多目道流还有很多信心软弱的人 哎呀妈呀你怎么总讲十一奉献 丁姐妹们讲十一奉献是第一步 如果钱财的官不过 你我很难进天国 刚才说了上年财官进不了天国 你我可能进不了天国 一定要明白 十一奉献就代表 耶稣是我们的主 如果钱财的官没过 我们就证明耶稣不是我的主 钱财是我的主 钱说了算 耶稣靠边站了 一定要明白 讲钱不是你的钱 神不缺你我的钱 圣家那圣经教导 您这是我的 今子也是神的 天下万物 地上所居住的 世界和万物都是神的 你我的钱都是神的 十一奉献代表 我们认识耶稣是主 这是最大的标志 所以我们一定要首先在价值观上过 我们在奉献上过 我们要属灵生命再弄上一个台阶 奉献上过不了人 属灵生命是很难上台阶 大家想一想 我投资了股票 我投资了这个微软 我希望微软涨 对不对 你说我投资了微软 我不希望微软涨 你哪有 我们一样的 我们把钱财投到天上 我们就会先求神的我和神的业 所以求神怜悯于我 我们首先在价值观上过 我们才能够去过圣经的生活 真正的去爱神 爱人 这里有个见证 是一个叫华丽克牧师的见证 我每天读他的这个美的真言 华丽克牧师就按照神的教导 圣经说 四色钱产 周既贫穷 华丽克牧师就按照神的教导 从事而来的献给神 他刚刚建教会 教会就没有钱 没有钱 这个牧师他肯定要做十一奉献 那么他做的十一奉献也不够 那么他开始就跟太太一起祷告 跟太太一起祷告 我们来把十一奉献加高 每年加一个百分点 也就是第一年十一奉献 第二年是11% 第三年是12% 竟然他们做到了90%的奉献 都捐给神 第一姐妹们 你想一想 他这么多奉献 只留10% 大家的生活能够吗 我觉得不够 我终于做不到 我从来做不到90%的捐出去 第一姐妹们 但是华丽克牧师竟然做到了 为什么 他相信神的供应 他相信这一切都是神给的 神给的还给神 圣祭早就有应许 实施钱财 住即贫穷 他的仁义存到永远 他必要必高举 大有荣光 他也相信 这贤是从神来的 献给神 我们绝对不能 没有钱献给神 比如我失业了 我没有工作 能不能捐钱 绝对捐不了 我们相信 我有工作 有输入 神给我的钱 我可以贡献出来 果然华丽克牧师就经历了神 他在建堂 包括去奉献的时候 钱不够了 但是他做了祷告 神啊 我们要捐一部分钱 结果没有钱 但是神开了路 神就感动 这个出版社 出版社建议 华丽克牧师写了这个标杆人生 跟紙片标杆这本书 这两本书是美国最畅销的书之一 现在还很畅销 第一姐们吧 神就用这样奇妙的方法 开了路 所以他们有一部分钱进来 所以他经历了神 我们也一样 要相信 我们把神 从神那里得了 献给神 我们这是我们很好的标志 第一姐们吧 不做十一封信 也能过去天堂吗 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一定要反过来问 我做了十一封信 很多人也不见得去天堂 那么不做十一封信 能过去天堂吗 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一定要问 因为我爱钱 我爱钱辱命 我爱钱被爱人爱过神 爱钱爱了圣国耶稣 因为爱钱不能做十一封信 就不能去天堂 因为什么 耶稣不是第一位 耶稣不是你我的主 一定要这样回答 这个问题就准的 我们今天问了几个问题 第一姐们吧 没有行为的信徒 能过去天堂吗 按照圣经是不能的 唯独尊心我父子义的人 就是按照神的话 行事为人 有所谓的国子的 如果凭着 如何分辨真假基督徒 凭着国子 看这个人追求上面的东西 天上的东西 还是地上的东西 就知道真假信国 不做十一封信 也能过去天堂 如果爱钱过于爱神 这个人就不能去天堂 因为他侍奉两个主 耶稣早就说过 侍奉两个主 是不行的 第一姐们吧 我们感谢赞美上 一起来宣读 马太福音的七章 二十到二十三 所以凭着他们的国子 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凡成我主啊 主啊 不能都进天堂 唯独尊心我父子义的人 才能进去 当那日必有许多人 对我说 主啊 主啊 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 奉你的名赶鬼 奉你的名行义的话 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 离开我去吧 求主怜悯 我们在座的第一姐妹 也怜悯我们 从过录像 看这个讲道的第一姐妹们 我们求神怜悯 我们真心地跟随神 真的把耶稣基督 放在生命的手里 我们千万不要落在 马太福音七章二十节 二十三节讲的这个光景中 最后耶稣说 不认识我们 我们一定要按着神的话 行事为人 不要笑话这个世界 不要看别的基督徒 不要看别人怎么做 我们要按神的话 耶稣的话 行事为人 我们就能够去天堂 感谢神 我们做解数的祷告 我们感谢赞美你 阿爸父 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 感谢你将生命的道指示我们 让我们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面前有永远的福乐 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空空的来 满灾而归 感谢你通过耶稣的话 我们明白我们基督徒先求神的果和神的意 我们的财宝记得了他天上 让我们先过财物的关 让我们福悲满意 我们出路的平安 让我们凡事行圣 我们身心里都健康 让我们把耶稣基督的生命放在我们生命的手位 让我们齐心协力 为我们所信的福音 而齐心协力的努力 我们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 阿们 感谢神 赞美神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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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